我們看這個題目 這個問題是說 三個圓形的紙片 面積都是 105平方公分 那個圓形紙片 我叫A好了 這是 105平方公分 蓋住桌面的 總面積 就是這個總面積 這個總面積 我叫AT AT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205 205平方公分 然後 這個三個紙片的 重疊部分 三個紙片的重疊部分我叫A3 A3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說 這個紙片擁有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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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 這個紙片 這個紙片蓋過去以後 這個是它 三個共同的交際 就是說這蓋了什麼 蓋了三次 我把這個紙片放上去 再把這個紙片放上去 再把這個紙片放上去 這個面積的話 重複三次 這個面積的話 是多少 它是25公分 25平方公分 好現在要看看 問什麼呢 問這空白的部分 空白的部分的面積多少 那空白的部分的面積 我可以怎麼做 我先把什麼呢 先把這個斜線的面積算出來 斜線面積算 斜線面積怎麼算 我就什麼呢 我就 這三個面積 扣掉什麼呢 扣掉總面積 扣掉總面積的話 等於什麼呢 就是說 等於這邊扣了一次 這裡扣了一次 這裡扣了一次 這裡的話 它是重疊兩次 現在扣了一次 這裡扣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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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重疊一次 扣一次 所以剩下兩次 也就是說 我這個三 每一塊是105 那扣掉什麼呢 扣掉這個 扣掉 等於是扣掉一次 扣掉多少 扣掉205 205的話 等於什麼 等於是 這空白的部分 扣了一次就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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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重疊的部分 重疊兩次 扣了一次 這裡扣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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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剩下兩次了 那剩下兩次了 你再把它扣一次 再把它扣一次 我還是扣25了 那這裡剩下一次 這裡剩下一次 這裡剩下一次 這裡也剩下一次 這裡也剩下一次 這個等於什麼呢 等於那個斜線的面積 那就是說 這個是等於那個 三乘以105 剪掉这个205 再剪掉25 这是85 这个斜线的部分是等于85 斜线的部分算出来以后 我再整个扣掉斜线的部分 就是空白的部分 所以空白的部分等于多少 等于整个 整个就是那个205 205 扣掉斜线的部分 斜线的部分 所以是205 剪掉85 等于多少 205 剪掉85 120 所以答案是120 205 2 20 9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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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